大男人靠女人养活 不去工作 不刷牙 不洗脸 更不洗澡 整天做白日梦 好高路远 好吃懒做 养高手低 让女友崩溃要分手 可男生却不愿意轻易分手 这段纠缠不清的爱情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先看看嘉宾老师 和图蕾老师几句话 图蕾老师和沙娜老师的点评后面更加精彩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感情 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赵 25岁来自云南 目前生活在女友家里 没有去工作 女主人公小梁 22岁来自北京 本以为两人是大学同学 没想到两人是通过朋友的聚会认识的 当时男生觉得女孩挺不错的 就问朋友推了女孩的方微信 两人通过好友后聊了一个多月 就开始了正式的网恋 目前谈恋爱已经一年多了 两人一上台照穿 就迫不及待的问到女孩 咋啦 一脸沉重的 你怎么了姑娘 我不想这么继续交往下去 不想在这交往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特别不靠谱 工作上的事吧 也总是挑三拣四 眼高低的 而且就是他总跟我说 为了我来北京 然后他现在什么都得靠着我 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而且我在他身上 看不见一点希望 男生口口声声说 为了女孩来到北京 女孩就必须对他负责 不仅仅是衣食住行 还必须要养着他 但是女孩并没有要求 男生必须来到北京 所以根本就是男生自己要来的 这下好了 还死去白赖的赖着女朋友了 你说一个男人来到陌生城市 去找女朋友可以为了爱情 但必须也要自食其力之后 再去谈儿女情长吧 可接下来女孩无奈的说道 来到北京他就开始了当大爷 工作头简历都要女孩去帮忙 还大言不惨 我是过来找你的 必须对我准备一切 但这个男生又对女孩找的工作挑三拣四 看不起小公司 还说小公司的人和同事 都让他做很多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吃亏了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一定要去大平台上班 难道大平台就会看上这样的男人吗 自己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 还挑三拣四嫌弃领导安排的事情多 那不正好可以锻炼更多的技能吗 可以说这个男人做什么都做不好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学习 还有不会和同事打好关系 最基本的人情事故都不懂 所以才会像一个巨婴一样 靠一个女人呀 真不明白他一个学律师的会 是怎么完成学业的 可接下来男生还大言不惨的说道 一个大学生毕业没多久 没有工作经验 竟然不虚心学习 别人把事情交给你做的时候 证明你这个人还需要锻炼 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 这样的男人最没有出气了 还有脸一直靠女人养 赵川也嘲讽到男生 要投简历就投世界五百强的 那样说出去也有面子 虽然人家可能不要你 但是人总要往高处走是吧 估计男生都挺不错 主持人的好来话 还连连点头是这个意思 这个男生满身的负能量 每天就是抱怨工作所是很多 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俗话都说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每天都积极向上阳光明媚 和负能量老是抱怨的人在一起 迟早都会颓废做啥啥不行 积极的人像太阳照亮别人充实自己 颓废的人像病毒 越抱怨贵人就会越远离你 女孩也忍不住委屈地说到男生 那这个不想想我 为什么你跟我说话说我不理你啊 你每天都跟我说什么呀 全是负能量的话 我也上班呢 我也特别累 我一接电话就全是你抱怨我啊 果然连自己最亲近的人 都受不了负能量 这样的男人要么需要很正能量的人带动的 要么就是要经历很大的变故 才会知道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而让人不淡定的是 男生自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来到北京吃你的助你的 难道有错吗 小徒想说那肯定没错 人要脸术要皮脸都不要了 那有什么错呢 我想问屏幕前大家一个问题 你能接受一个男人靠你姑娘或者你的家人养着吗 而他却不想工作不想奋斗 对未来没有目标 还好是懒做的赖着你 你会怎么办 要是我直接一脚踢的 这种男人就不值得同情 有手有脚干什么不行 还是个大学生呢 都还不如任何自食其力的人 打败一个男人的是懒惰 更可怕的是他还把女孩对他的好 当作理所应当 不但没有半点上进之心 还一正言辞地说自己吃软饭没有什么错 男人的脸都被他丢光了 要是我就应该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我觉得现在生活的特颓废 就真的是 三天不起头两天不刷牙的 我就不知道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我现在特别迷茫 我不知道是来了北京生活的不好 我变成这样了 还是我当初 我当初就看错他了 你当初觉得 这个什么小伙子 他当初特别阳光 特别自信 是一个特别能给我安全感的 现在我觉得他特颓废 每天都负能量 就各种负能量给我管输我 给我整他 我自己每天我觉得我特惨 事情到这里 也明白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面对这样的男生 女孩应该早点离开 男生也应该有点尊严地重新站起来 25岁的男人靠22岁的女孩养 说出去都不知道有多丢人 女孩也说到自己今天必须要分手 但男生还是死缠烂打 觉得他会改变 那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的 可赵川最后问到 男生对未来有什么规划的时候 男生是这样回答的 打算吗 我就想投一个平台高人的那种公司 然后我觉得那里面的人 应该会有这种 自己的事情 自己去做这种想法 然后我就想 在这些公司里面 经历一定经历之后 然后自己去创业 也可以惯性自己这种 这些事自己做 也可以交给其他人 有这种思想 直到现在男生还想着白日琢磨 好的大的平台 会要你这种好吃懒做的人吗 赵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段感情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先听听嘉宾老师怎么说 首先点评的是左岩老师 他说到所以的工作都是辛苦的 就算是他们要六点多起来去录影 交给剪辑人员去把握好时机 而刚初听到男生每份工作 都要八九点起床 这一句足以看出 男生眼高手低 嫌弃这个嫌弃那个 最后将一事无成 接着是沙娜老师的点评 沙娜老师说到一个成语 死皮赖脸没有一点男儿本色的样子 在工作的时候 从来没有谦虚的态度 更没有对人对视的人情世故 这样的男人都还没有成长 有什么资格拥有爱情呢 沙娜老师接着说的 一个男人整天想着天下掉馅饼 怎么可能呢 就算天下掉下来蛋糕 也轮不到好吃懒做的人去捡 等他睡醒后人家早就吃饱了 所以人都要脚踏实地 真正的干出一番事情 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看到你在努力 这样的日子才有盼头 最后是压轴出场的图蕾老师点评 照出了对方本来的面目 你看我来说说你们俩的钱台词 在别不大声 一直在说 亲爱的 看在我们还有一段 情感和缘分的基础上 在借我点钱 而你跟他说的是 我们那感情不值钱啊 别见了 你们俩的钱台词就是这样 你们俩每一句话都在证明 你们俩情感是不值得珍惜 谁也别总想着靠别人 但是谁也别总想着 不被别人靠 你总想着靠别人 靠墙墙会倒 靠娘娘会老 靠女人女人会胖 你靠自己 图蕾老师这句治理名言说的好 靠姗姗会倒 靠娘娘会跑 靠女人就更加不行了 世界上最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我们不要被任何人占便宜 也不要想着占任何人便宜 而女孩虽然有道理 但也不能把自己的男朋友 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最起码这段感情一年多了 两人肯定曾经也很真挚的参与过 不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给自己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也是人生一件幸事 如果真的把自己选择的人 说的一文不值 这也恰恰证明了 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愚蠢 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 看清看淡就好了 接着图蕾老师说到男生 这里面谈到一个自尊自爱 男人没有钱不可怕 没有工作也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自尊都没有了 一个人不能立足于社会 还拿什么去谈感情呢 最后女孩听了嘉宾老师的话 没有再给男生机会 男生虽然承认错误走出了大门 但是他能不能改过自新 那还真不好说 希望他变得好吧 也希望女孩能够找一个 真正心疼他的男孩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男生或者女孩 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